日本白海道年度盛世 札幌冰雪季近期登场 驻日代表处与日本美日新闻社合作 动用250人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打造高10公尺 宽18公尺 升16公尺的台北宾馆异乡冰雕 是全场最大型的创作 开幕当天就展现吸尽魅力 这个氷子改变 阿欧沙と申しましょうか 透过美しさ 改变感动を感銘を受けてい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台北宾馆 印印館です 印印館は実際110年前に日本の方により設計されて また作られたものです 今年札幌冰雪季 共有大通 博野 祖栋等三大会場 总计全场有近200座大大小小的冰雕 驻日代表处指出 台北宾馆1901年由日本設計建造 是座融合东西方建筑美学的国定古蹟 这次耗费130吨 800块的大冰块在冰雪季重现 除了展现强调冰雕建筑金工 也借此彰显台日友好关系 让这个印印館重现 很多日本人看到这个 也会觉得台湾跟日本的关系 历史原因也蛮深的 我们也呼吁他们 去参加我们的灯会 北海道跟台湾 最北的跟最南的 可以通通交流 多家交流 距离台北宾馆冰雕不远处 坐落在大通公园七丁目的HBC法国广场 还有座巴黎凯旋门异象的大雪雕 它的右侧还有奔驰状的纯钟马 与骑士雪雕 也象征着缠马的北海道 对凯旋门马赛的目标与期待 另外周边还有多样化的玩雪活动 搭配卡哇伊的商品卖场 让游客尽情体验赏雪玩雪之乐 飞馆 满游客 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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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山